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在关心今天的天气 那么今天我们台湾天气跟过去几天比较稳定的情况 有点不太一样了 我们今天受到东北风还有这个华南云系 跟封面南下的这个影响 最主要在封面的北部东北部东半部地区 云量都变得比较多 那么在我们北部东北部 东南部的话这个还有局部零星的这个短暂争雨 那么预计明后两天甚至到礼拜天之前 那么台湾都会在这一波这个封面跟东北风的影响之下 在北部东北部甚至要留有局部比较大的雨势 那么包含东部在内天气都不太稳定 至于中南部的话 因为目前东北风还没有那么小华南云系 南下的范围也没有那么明显 所以中南部受到的影响是比较少 仍旧是比较晴朗稳定的天气 但是就要特别注意日夜温差会比较明显一些 所以提醒大家早速晚会记得添加这个包长袖或者是外套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子 东北风影响会一直持续到大概礼拜天左右 那么从下个礼拜一开始 东北风就会稍微的减弱 甚至快一点的话 礼拜天的下半天开始 东北风就有机会比较明显的减弱 但是在礼拜一个礼拜还是有一些 这个残留云系在我们东北部东半部地区 还是会有些局部联系的短暂的阵雨 另外就是下个礼拜 我们从目前的天气的这个系统的一个配置上面 可以看到是有机会 会有一些热带的扰动生存的这个机会 这个是下礼拜要持续观察的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明天主要容易下雨的地方 最主要就是我们刚刚提过的 尹封面地区大台北地区 甚至在苗栗以北 云量都比较偏多 也都会比较容易有这个下雨的机会 包含我们东北部跟东半部都是 那么其中以北部跟东北部的话 下雨几率是比较高的 中南部因为在背风测 加上目前的东北风还没有那么强 所以降雨几率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偏低 但是也要留意 因为还有这个华南云系的影响 所以要如果说云系的位置 稍微比较偏难一些 在我们中部的话 云量也是有机会稍微偏多 甚至山区也是会有局部零星的短暂阵雨 但是最主要容易下雨的地方 还是在我们的北部东北部 甚至要留意有局部地区 雨是会比较明显一些 那么在未来四天的降雨的预测图 上面可以看到最主要就是 在苗栗北地区跟东北部 还有东半部地区降雨几率是比较偏高 其中颜色比较深 就代表说有可能会有局部地区 雨是比较明显的 就在我们的这个北部东北部这附近 其中北海岸附近 或东北部山区要稍微的留意一下 如果说这个雨是比较明显的话 有从事一些这个户外活动 都要特别注意安全 来看一下温度的部分 也因为这波东北风南下 还有雨量变多的影响 这个有比较明显的降低 在礼拜天之前 北部的话可以看到低温会下降到 就是剩下19到20度 中午高温甚至这个落差会还蛮大的 会降到大概只剩下21度左右 那么在清晨跟这个中午的话 温度没有太明显的这个起伏变化 大致上都是比较湿凉的这个天气 那么从礼拜一开始 在这个清晨低温稍微回升来到 19到21度 中午高温也是有小幅度回升 来到24到26度 最主要就是东北风减弱了 那么天气有机会短暂的好转 接下来看一下中部的话 低温是21到22度 中午高温大概在25到28度左右 在礼拜天之前 尤其在礼拜五到礼拜天这段期间 白天的云量稍微偏多也会导致 中午的这个温度稍微的降低一些 礼拜一开始又比较明显的回升 来到比较炎热的这个天气 所以中部的话呢 是早晚也是有稍微比较偏凉的一个情况 南部的话低温大概是在 23到24度 中午高温大概在28到30度 南部就真的比较不受到影响 所以要留意是 具体温差还是比较明显一些 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在今天晚上各地的天气 陶竹苗以北东半部地区 降雨几率都是比较偏高 那么在中南部地区呢 天气是比较稳定 里外岛的部分的话是金门马祖 降雨几率是比较偏高一些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们的明天的这个白天天气的话呢 也可以看到在我们的陶竹苗以北 东半部地区 仍旧都是下雨的图示 都会有这个震雨 尤其北部东北部要留意局部地区 雨是比较明显 在我们的中部地区 也要留意有局部临行短暂震雨的机会 那么最后的话呢 提醒大家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明天我们北东部 仍旧是湿凉的天气 局部地区雨时会比较明显 中南部相对比较稳定 但是中部的话 我要留意这个云量也是有机会比较偏多 有些局部临行的短暂震雨 另外就是日夜温差会比较明显 尤其是南部 提醒大家事实添加 义务以免遭凉 这一次不只是华南云西南下 东北风冷空西沿南下 温度会有比较明显的落差 另外就是沿海地区 风浪会比较明显 前往沿海地区活动 都要特别注意安全 前往沿海地区活动